粉妆楼41横线50回 Feng Duong Lu Chapters 41横线50 Cosmetic Building By Luo Guangzong The Original Chinese 新号提名粉妆楼41横线50回 Feng Duong Lu Cosmetic Building 新号作者罗冠中 Luo Guangzong AD1330-1400 第41回 鲁国公拿解来金米利不参谋相辅话说 三位公子见后面灯火撤天 喊声震的 说道 不好了 追兵到了 芒江码头一带 三个人一起撤出兵器 往北门就跑 跑到城边 支箭敌楼上坐着一位大人 率领着有二三百兵丁 在那里盘结奸细 你到这位大人是谁 原来就是李逢春 奉旨在那里守城 以防走脱三家的人犯 当下三位公子一马冲来 往城外就跑 早有兵丁上前挡住盘问 秦桓猛声一记 大喝到 瞎眼的苟才 俺们是沈泰师府中的人 出城有要及的公务 修得拦住 误了时刻 说罢就走 重兵要来拦时 李爷在城楼上看得分明 心中想到 此刻不就 更呆何时 他喝到 你既是沈府的公干 快报名来 秦公子会议 就报了三个假名 李爷说到 既有名姓 快快去罢 一声吩咐 众军闪间 三位公子催马出城而去 正式 打破玉龙飞采凤 及尖金锁走蛟龙 按下三位公子逃出城去了 且严前兵部领了铁骑 寻到北门 会见了李逢春 见他防守十分严谨 下马上城来会李逢春 说到如今秦霜等三家具已拿到 知不见了三家的儿子 为此圣上大怒 命下官到被门循击 李逢春 假意诗经到 此三人是要紧的人犯 如何放他走了 是谁人去拿的 前来道 是米大人痛下官去拿人的 却不曾搜见踪迹 不知年兄这里可曾出去什么人 李爷道 下官在此防守圣言 樊军民出入 据要报名上册 并无一个可疑之人出去 敢是往别处去了 前来道 下官在往别处寻击 说吧 上马而去 正式 不知于已投沧海 还把空沟四处寻 话说前来别了李逢春 领了兵马 到各门寻了一回 并无踪迹 回奏 三家儿子避罪逃走 求万岁定夺 天子大怒 传指 搬行天下各处请拿 如有隐匿者 一同治罪 省千领指 随即行闻天下去了 且言三位公子 当晚逃出长安 家一边 跑了六七里 离成远了 方才乐马歇了片时 秦公子说道 若不是李伯父放我们出城 已久被秦了 徐国梁说道 我们无故的被奸人陷害 拿了全家 死仇不共戴天 虽然逃出城来 却往那里去好 遇迟宝道 俺们下若也学罗坤 占各山头 招军买马 各霸一方 道转快活 过几年杀上长安 一发夺了天下 省的受人邪志 秦桓说道 不是这等奖 俺们这场货 都是因罗舍亲而起 昨日文的江南总督的来文 说俺二表弟罗坤在山东登州府陈老伯家借了兵马 攻打淮安 结了府库的前梁 上机找山落草去了 俺们如今无处欺身 不如找到登州陈老伯家访问罗坤的下落 那时就有帮助了 徐国良道 既有这条路 就此去罢 秦桓道 俺们爹娘坐在天牢 此去阴性不通 叫俺怎身放心的下 为此宝道 事到如今 知得如此 秦桓想道 有了 离此时里有座水云庵 俺家姑母献藏身在内 二兄可到安里去躲避些时 一者打听打听消息 二者日后我们的人马来 也坐各内应 倘若行不间中有什么急事 可寻到省府的张宏 便有法想三者 你我三人同路不便 恐怕被人捉住 反为不美 徐 为二公子说道 秦兄说得有理 俺们竟到水云安里去便了 当下秦桓引路 沉着月色 一同往水云安而来 且言那罗老太太 自从逃出到水云安中 住了六个多月 每日里忧愁烦恼 思想丈夫深陷边关 生死未保 又思念二位公子 向两处勾兵取救 摇摇千里 阴性不通 好生伤感 又见秦桓送信说 罗坤在山东登州府 陈爷那里 借了人马 攻打淮安 结了钱粮 皇上大怒 传指拿个公爷治罪 太太又悲又喜 喜的是孩儿 有了信息 悲的是哥哥秦霜 同个公爷无事的受罪 太太满腹愁肠 那晚心惊肉跳 睡也睡不着 叫老妮捧一张香案 在月下焚香 念佛看经 呼听的一声门响 太太盲令老妮问 是何人 秦桓回道 是我 老妮认得公子声音 茫茫尖门 请他三人入内 太太问秦桓道 这二位何人 秦公子道 这一位是徐国兄 这一位是玉池兄 都是避罪逃走的 小致引他来到姑母 这里暂躲一时 太太惊道 如今是怎样了 秦桓就将上相之士细说一遍 又道 小致闻二表弟在山东 陈伯父家沟冰落草 陈伯父必知二表弟下落 小致欲去投他 同表弟商议各主见 不知姑母意下如何 太太盛喜 说道 贤侄去找罗坤也好 知识路途遥远 老生放心不下 秦桓说道 不妨 小侄骑的是龙居 一日能行千里 回往也快 太太道 儿呀 你找到表弟可速速回来 免我玄望 公子说道 晓得 随即吃了饭 喂了马的草料 收拾行李路费 干粮等件 别了太太 辞了两位公子 上马连夜往登州府而来 这勤公子的马行得快 又是连夜走的 行了三日 已到了登州府的街 那凤子来拿成凤的校尉 被踩到半路 公子先到登州 兼到凤莲镇 正是日落的时候 秦桓一路寻来 远远望见有座庄院 一带壕沟 树木参天 十分雄壮 便赞到 好一座庄院 正在观看 猛然听的一声呐喊 拥出一标人马 赶出无数的山鸡 野兽四路冲来 众人正在追赶 呼听的吼了一声 山头上跳下一只猛虎 吓得众人四散奔走 支箭后面一起 马上坐着一位年少的公子 头戴江中 身穿紫袍 手举萱花斧 将那虎追赶下来 那虎被赶及了 吼得一声 纵过山嘴 往外就跑 那人喝道 你这孽处 往那里走 拍马赶来 挂下萱花斧 左手提弓 右手搭箭 搜得一箭射来 正中虎的后背 那虎带箭望秦桓的马前扑来 秦桓就是撤出一对金装铜 照定那虎头上双打来 只听的扑通一声 那虎七孔流血 死于地下 那小将恰好赶到秦桓面前 两下礼衣一望 原来是陈沛 昔日在长安会过的 陈沛问道 打虎的英雄 莫不是长安秦大哥吗 秦桓仔细一看 说道 原来就是陈家兄弟 小弟特来奉拜 陈沛大喜 二人并马而行 叫家人抬了死虎 收了围场 一同来到庄前 下马路内 见了陈爷 行礼坐下 陈爷问道 贤侄倒闭的有何贵干 令尊大人好吗 秦桓健问 两类交流 便将长安大便 因罗坤冠下一甲 被沈迁奏本拿问 众公爷之话 细细说了一遍 陈爷怒道 这一甲宝剑 韦时是老夫不在家 吩咐小女送的 这戒兵之话 却从何来 陈沛怒道 等他来时 杀了校尉 反上长安 看他怎样 陈爷喝道 胡说 老夫到了长安 自有分辨 秦桓说道 不是这等奖 如今皇上听信禅言 拿道经诗 岂能面胜 从何便起 老伯敬忠也罢 知事成兄随去 岂不绝了 臣氏宗辞 臣爷道 老夫知之敬忠 听天由命 臣公子急的暴跳如雷 忙到后堂 同玉梅小姐商议 小姐大惊道 不如我们躲到田庄去 再做道理 当下陈沛忙叫家人将小姐送到田庄去 把一切的戏软都收拾了 邀请公子一同去住 天天来家讨幸 臣爷之事尽后圣旨 过了几日 臣沛正同情还来家讨幸 才到书房 知听的一声吆喝 众校尉同登州府带了人马 将前后门拒接为住 不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定国公平空削纸粉金刚星夜陶灾话说那四十名校尉携同登州府带领五百官兵来到城府 呐喊一声 围住了前后问 拥上堂来 大喝道 圣旨已到 贵听宣读 那城爷是伺候现城的 随即吩咐家人 忙百香案 接过圣旨 早拥上四名校尉 将城爷的官带去了 上了刑具 便到后堂来拿家圈 吓得和家大小鸭妃却乱 叫哭连天 二位公子成人闹时闪入后园 知见那前后门都围住了 秦桓看见 即向陈佩说道 俺们打出去吧 陈佩道 这里来 来到靠外的一堵院墙跟前 陈公子照定墙跟一脚 只听得哈落一声 将墙打倒了半边 二人跳墙出来走了 这里众校尉来拿家圈时 都不见了 只有二三十名家人妇女 校尉大怒 忙向陈爷说道 陈先生 你家圈那里去了 快快送江出来 免得废事 陈爷道 老夫并无妻事 所生一子 在外游学 别无家圈 校尉大怒 贺令中军官 与我细细搜来 中军官听得吩咐 一声答应 先将拿下的家人妇女 一个个上了刑具 压在一处 然后前前后后 四下里搜了一遍 并无踪迹 只有后园内心到了一堵墙 前后门都有人守住 别无去路 陈爷在旁听的明白 心中暗喜 想到是两个冤家 踏到院墙 逃出去了 那校尉听得中军说 院墙心道 忙来看了一回 赴问陈爷道 你这堵墙四面坚固 为何到了一块 想是家圈逃走了 陈爷道 诸位大人道也疑得好笑 老夫好好的坐在家中 并不知道圣上见罪 前来拿吻 一切家眷都在这里 难道是神仙 未捕先知 逃走了不成 就是一时拆了墙 也去不及 求诸位评论便了 校尉道 你既私通反叛罗坤 焉知不欲先逃脱 陈爷听的反叛二字 勃然大怒道 老夫自从昔日告别了罗曾 并不知他的儿子罗坤是个什么面貌 怎污我结交反叛 我既结交罗坤 酒已毙了 何得今日还在家中被拿 我知道诸公受了嘱托来的 不必多言 知代老夫 敬金面圣 自有变白 绝不带累 诸公变了 众校尉见陈爷说的有礼 知得吩咐登州府封锁了陈爷的家产 压了众人进京去了 且言那火眼镖陈佩 金头太岁秦桓 打倒院墙 跳出家 望山后小路就跑 跑到庄房 见了玉梅小姐 两类交流 就将校尉同登州府领兵来拿家卷的话 说了一遍 玉梅小姐哭道 父亲若大年纪 拿上长安 如何是好 陈佩道 不如点些装兵去救了她吧 陈玉梅道 不要乱动 唯恐校尉拿不到我们 拷问家人 找至装上 那时怎身逃脱 这句话提醒了陈佩 陈佩盲患百渔名装汉 各执枪刀 准备杀 陈佩坐马蹄斧 在庄前探望 秦桓也顶盔罐甲 手持双 上了龙居 向陈佩说道 呆安探信来 拍马去了 秦公子 秦公子一马闯到山头 远远望见一镖军马 打着轻插的旗号 解了数十名人犯 上大路去了 秦公子见人马去远了 方才缓缓地纵马下山 到城府一看 支箭前后门都已封锁了 秦桓叹了口气 回到庄房 以上的话告诉了陈佩一遍 陈佩入内 童小姐哭了一场 请秦公子商议安身之际 秦桓道 他今日虽然去了 明日之府来查田产 那时怎身躲避 依地于见 不如收拾行礼 一同到姬爪山去投奔罗坤 再坐到里 况且这场货是他闯的 如今他那里一定是兵精良族 我们到他那里 就是有官兵到来 也好迎敌 陈玉梅道 秦公子言之有礼 遂吩咐收拾起身 陈佩叫庄汉贝勒十数辆车子 将一切金珠系软装载上车 将一百余人分做两对 秦桓领五十名在前坚路 陈佩领五十余名在后保护小姐 行礼 离了庄房 竟奔登州而去 在路非止一日 那日已到姬爪山下 秦桓在马上看时 见那山势冲天 十分险峻 四面森林扩建 维护着十数个山头 有一二百里的远近 秦桓赞道 名下虚传 好一个去处 正在细看之时 猛听的一棒螺声 树林内跳出有三十名螺螺 拦住去路 大喝道 来人丢下买路前来 秦桓大笑道 众楼兵 你快上山去抱 与罗大王知道 说是长安秦桓 登州陈佩前来相助的 那头目听的此信 飞上山通报 陪天雄 罗坤等众大喜 随即吹打放炮 大肩债问 罗坤飞马跑下山来 大叫道 二位哥哥请了 秦桓同陈佩 见了罗坤 好不欢喜 就在马上欠身搭理 说道 贤弟请了 罗坤又见臣府的小姐也来了 心中疑惑 先令楼兵将小姐车辆 护送上山 自同秦桓 陈佩并马而行 来到山上 进了三关 早见陪天雄 与众将一起迎出来了 二人连忙下马 来到聚义厅 行礼坐下 茶坝三巡 秦桓说道 久仰陪大王威名 无从败事 罗舍卿又蒙就拔 小弟不胜赶养 陪天雄说道 罗贤弟道 集二位英雄 如雷贯耳 不想今日光临草寨 罗坤问道 二位哥哥道 此必有缘故 莫非长安又有什么事 秦桓含泪说道 一言难尽 遂将沈庭华声闻告急 被沈泰师串同六部 以一甲为题揍了一本 拿问众公爷全家致罪 多蒙里国公案中即姓 帝宇徐 为二人逃出长安 将计 将二人送入水云安躲了 即至到了登州 成功爷全家也被拿了 说了一遍 罗坤听的此言 直击的暴跳如雷 说道 罢了 知阴暗一个人闯下祸来 却带泪珠为老伯问罪 于心何忍 说罢 泪如雨下 哭到尘埃 众英雄一起劝道 哭也无用 且商议长策要紧 当下陪天雄吩咐头目杀中载马 大摆炎宴 带二位公子接风 又命打扫内侍 安顿小姐 小姐在后债自有陪夫人等兼严款式 大堂上却是陪大尾等款带秦桓 陈沛 大吹大泪 饮酒论星 从此两位英雄就在山上落草了 每日操演人马 鸡草袍梁 准备深渊血恨 不表 且严重校尉将陈凤姐到长安 来到乡府 恰好立步米顺 正在沈府议事 听见陈凤姐道 忙向沈谦说道 陈凤已来 且不可令他见价 等拿到马成龙 在沈问虚时 亦同治罪 都除了害 才无他辩 沈谦一言 随即传令收监后止 早有校尉将陈凤一家 押入刑部监中 同仲公也一处所近 下文自有交代 却说定国公马成龙 自从得了罗燦的信息 慌忙在定海关连夜操兵 看完了二十四营的兵马 选了三千铁棋 选了三千铁棋 肯业回到贵州 进了帅府 将选来的三千铁棋扎在后 迎进了斯牙 早有马瑶同罗燦寇建 江操的嘉宾 加江花名册线上 马爷一看 大喜道 这些人马同我带来的那三千铁棋 也够做前战兵了 随即安慰了罗燦一番 然后写了一道自求出征的表彰 点两名棋牌 到长安上本去了 当晚马爷致宴 在书房同罗燦 马瑶饮酒 猛听的一声嘈嚷 呼见中军官境内报道 不好了 不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米中立剑报 操兵伯玉双红楼露面 话说马爷上过出师的表彰 正在书房同女婿罗燦饮酒谈心 讲究兵法 呼听见一声嘈嚷 早有那两名职日的中军 跑到书房丙道 起上公爷 经有朝廷插下四十名校尉 同贵州府带领兵丁 奉旨前来拿问 已到园门了 马爷吃惊 茫茫出了书房 传令 申泡尖门 快排香暗迎接 换了朝服 到大堂接旨 且严马瑶同罗燦厅的此言大惊 一直跑到后堂 向太太说了一遍 母亲 快快收拾要紧 恐是不邪 准备杀 太太闻言大惊 芒童小姐商议 这小姐却是个女中豪杰 一听此言 芒传她仗下的一班女兵一起动手 将珠宝戏软收拾停当 自己穿了虚装 立在后楼 保护太太 不表 且言公子马瑶同罗燦 张奇 王骏四位英雄 一个个顶盔冠甲 领着五百家将 伏在两边 四位英雄站在大唐屏风之后 来看马爷接旨 且言马爷来到大唐 伏伏接旨 校尉监独曰 奉天臣运皇帝赵曰 赤玉云南兜都 是习定国公马成龙之兮 正念尔祖席日汉马功劳 是以官家一品 为尔重任 以蒋公臣 经有反叛罗曾 兵败将藩 礼仪诸其九族 因念笔仙人之功 从宽处分 不料依逆子 罗坤沟同陈凤 公结淮安 结库伤兵 滔天罪恶 各据大学士 审千暴奏 罗坤猖狂 皆婴儿等 暗住之故 有无虚实 可随锦衣卫来 经厅审 请辞 谢恩 校尉宣过圣旨 马爷谢恩 自己去了官代 说道 诸位大人请坐 众校尉说道 不必坐了 圣上有旨 请马千岁速将冰凉树木 交代贵州府收管 可带了应还 家眷一同进金赴旨 马成龙道 今早本帅也有本章进金去了 此地乃是咽喉要路 不可善离 况且本帅这颗帅应还是太宗老皇上 与金书铁券一其次的 至今传家九代 并无过失 岂可亲戚 再者 沈太师所奏之事 又无凭据 本帅再修一道本章 凡诸位大人转奏天庭变了 众校未闻言大怒 说道 俺们是奉旨拿人 谁管你上本 快些收拾 免得俺们动手 这一句话未曾说完 知听的屏风后一声点响 两边刀枪齐举 五百家将八字排间 中间四位英雄跳上大堂 一个各相貌喧昂 身材雄壮 更尖窺甲鲜明 射着两边灯光 十分威武 众校未见了这般光景 吃了一惊 马公子向众人说道 俺家祖上九代镇守南关 蒙老皇上恩典 赐了这颗帅印 执掌兵权同苗蛮大小 战过三十多场 不曾输了一阵 和马公劳不计其数 俺家并无过失 何至何家拿吻 樊珠公宿宿回朝揍过圣上 叫他宿拿省千至罪 设了众家公爷 方的太平若在搜求 俺就起兵清到长安 捉拿省千对礼变了 这一席话把众校尉下的面如上色 向马爷说道 既是如此 悲止等告退了 马爷连忙喝退公子 向众校尉陪孝说道 小大无知 望诸位大人恕罪 还有一言相告 众校尉说道 老千岁有何话吩咐 悲止等尊命辩了 马爷道 今日天色已晚 诸公远来 者夫当至杯水酒 以表地主之情 还有戏话上柄 众人不敢推辞 知得其声说道 怎敢多扰千岁圣意 马爷说道 这有何妨 遂妖贵周府同众校尉到后堂饮宴 当下 众人到后堂依依坐下 共有时席 早有家将捧上酒宴 安坐以臂 姚登几位 久过数巡 马爷兼言说道 老夫有一本章 樊诸公带回长安 转奏天庭 知说老夫正与苗瞒交战 不得来今 竟在园门后止辩了 众人其声音道 俺等领命就是了 当晚席散 就留在帅府过朽一霄 四日清晨起身 马爷又封了四千两银子 将一道本章 送了四十名校尉 说道 些许宝里 望起笑纳 众人大喜 收了银子 坐别动身而去 马爷送了众校尉 动身之后 随即回到书房 向罗灿说道 贤婿不可久住此地了 昨日圣旨上说 你令帝勾串山东成年兄 结连草寇 攻结淮安府君 为此圣上大怒 才拿问众人治罪 俺向淮安乃薄清翁所居之地 那有自己攻打之力 况且薄清翁现任兜堂 又无变动 事有可疑 莫非薄清翁不认前清 令帝横气 又往别处借兵 攻打淮安 报眼下之仇不成 你可亲自到淮安访 寻令帝的消息 会见了时 叫他速将人马快快聚骑 恐怕早晚随我征讨答答 就你父亲要紧 罗灿听了此言 忙叫张奇收拾行礼 此别马爷太太出了帅府 上马赶奔淮安去了 不提 且言马爷打巴罗灿动身之后 又拔令剑一记 叫过飞毛腿王骏 吩咐道 你可暗暗跟着众校尉进京 打听消息 再者 你到老公爷坟上看看 王骏领了令剑 随即动身 按随校尉上了长安大陆 不一日到了京都 众校尉进了城 先本省太师府中 将马爷的言辞告了一遍 现有马成龙的辩本在此 请太师先看一看 说吧 成上 省迁道 他前日到了一道请站的表彰 是老夫按下来了 他今日又有什么表彰 随即斩尖一看 支箭俱俱为着众公喉 严严伤着他自己 不觉大怒 说道 罢了 呆老夫明日上他一本 说他乐庞为止 沟通罗曾谋反 先将他九族清卷 组上坟墓一齐消去遍了 四日 省迁早朝揍了一本 说定国公马成龙乐兵为止不回 他还要返上长安来等于 天子文奏大怒 随即传指 命兵部前来点兵先下江南 会同米粮和兵先拿山东罗坤 后捉云南马成龙一同进京至最前来领指出巢 回雅兵将不提 再言天子又传旨意一道 这沈谦将马成龙家族穆薛平 一切九族清卷拿入天牢 后反叛拿到 一同治罪 沈谦领指 天子回宫 且言沈谦出巢 回到乡府 及领与邻军出城 来到马府祖营 将八代祖坟进行薛平 那些石像华表 祭礼祠堂一同毁了 那王骏得了这个信息 偷在坟上枯败一场 连夜赶回云南报兴去了 且言沈谦领兵回城 来拿马府在京的那些清卷 本家宗族祖宗上的老亲 也不论贫富老少 在朝不在朝 一概拿人天牢监禁 沈谦将已拿的人数 兼了册子 上朝复旨 所有未拿的人数 该地方官寻机追拿 不表 在严兵部前来点了两元指挥 一名马通 一名王顺 带了五千人马 到镇江来会镇海将军米粮 去拿罗坤 三军在路 不一日已到镇江 通报米粮 米粮随即插官同镇江府出城迎接 进了帅府 马通 上顺与米粮见礼坐下 将沈太师的来书与米粮探了 米粮道 本帅与二位将军操演人马 在往山东去遍了 当下就将五千人马扎入营中 留马 王二将在帅府饮宴 四日五根起身 并教儿子 侄子一同前去操兵 原来米粮有个儿子 冥幻米中立 年方二十 却是各九色之徒 他的侄子 冥幻米中杀 跟在里面帮闲搓弄 一发全无忌惮 当下弟兄二人宝石一顿 全身披挂 跟了米粮 马通 王顺来到教场演武 他二人那里有心看兵 才到正午 就推事故 上前禀告回家 就去寻花问流 也是何当有事 二人却从李全府后经过 恰恰遇见伯玉霜同秋红 在后楼观看野景 不妨米中杀 再马上一眼望 讲 盲叫 兄弟 你看那边楼上 有两个好女色呢 米中立 原是各九色之徒 听见回头一看 已见了 伯玉霜同秋红面貌 不觉魂飞天外 看了一时 说道 好两位姑娘 怎身弄得到手就好了 米中杀道 这有何难 待我一言 保管你到手 米中立大喜道 哥哥 你若果有法儿 情愿与你同分家产 米中杀说道 有何难处 为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米中立二 入镇江府 伯玉霜大闹望阴楼 却说那米中杀说道 兄弟 我想你要此女到手 也不难 我看他这一座高楼 必是父后人家 好在兄弟不曾定清 明日访问明白 就凡正江府前去 围眉 不怕他不允 米中立道 说得有理 二人越看越赞 却被秋红看见了 忙请小姐进去 哑得一声 早把楼窗关了 米中立在马上骂道 这小贱人 好尖酸 他道 看见我们了 遂缓配而行 二人转过楼墙 来到柳英之下 知识礼服的后门 后门内又有一位年少的妇人 也身得十分齐整 米中立见了 笑道 美人身在他一家 真正好花间在一树 两个人之故探头探脑的朝礼望 不想那个妇人早看见了 赶出门来骂道 好瞎眼的死球 望你老娘做圣的 米中杀一下 盲扯兄弟 送马去了 看官 你道这位妇人如此勇敢 却是何人 原来就是温元帅赵圣的妻子孙翠儿 他夫妻二人自从云南别了罗灿 带了书信 到淮安找寻罗坤 到了淮安 打听的罗坤被伯府出手 拿入府牢中治罪 后来又劫法场 大闯淮安 沟桐草寇 返上山东去了 他夫妻二人走了一场空 欲回云南去 后罗灿的姓 又恐罗灿离云南 因此进退两难 知的人回正江丹图县家内来往 恰好遇见小温侯李定 李定爱赵圣夫妻五亿超群 就留他夫妻二人在府 赵圣做个兜头 孙氏在内做些争执 那孙翠儿同伯玉霜小姐十分香的 谈起心来 说到罗坤之事 孙翠儿才晓得伯玉霜是罗坤的妻子 小姐才晓得罗氏兄弟二人不曾被害 暗暗欢喜 闲话少说 且严米家弟兄两个慌忙回府 急换一个得利家人 上前吩咐道 单途县衙门对过 有一所大大的门楼 他家有一位绝色的女子 我大言欲同他联姻 知不知他家姓圣名谁 是何等人家 你可快去访来 重重有赏 那家丁领命去了 不在话下 且严那米粮等操了一日的兵 回府饮酒 马通 王顺向米粮说道 闻得罗氏兄弟十分英雄 我们前去拿他 非同小可 必须伤一个万全之策 方能到手 你我若大的年纪 倘若受伤 岂不是空振了一场富贵 米粮说道 将军之严正和我义 我们之需点一万精兵前去 到衍州府城里扎营 令地方官前去讨战变了 商议停当 四日五根 马通 王顺同米粮等三人一同生长 众将参见以臂 马通 王顺领了长安带来的五千人马在前 米粮点了本营的五千人马在后 共是一万精兵 分作两队 中军打起奉旨 擎拿反叛 搅出草寇的黄旗 要武扬威 摇旗呐喊 沙奔山东去了 当下正将府合成的官员 同米府的二位公子 送到十里掌庭 渐行已毙 各自相别而回 不提 且严米公子送了他父亲出征之后 回到府中料理料理家务 忙了两日 心内时刻想着那美女的消息 正在书房同米中沙商议 忽见前日去访信息的 家丁前来回信 米中立大喜 盲问道 打听得如何 家丁回道 小人前去访问 县衙门口的人说他家姓里 那老爷名叫李全 穆金现在 宿州做参江里 那女子之怕 就是他的小姐了 米中沙听了大喜 说道 这宿州参江里全 莫不是那小温侯李定的父亲吗 家丁回道 正是 米中沙哈哈大笑道 这个就容易了 那小温侯李定 我平日认得他 他父亲住在此地 现是我叔父的志下 兄弟 你知需见正江府说一声 保你就妥 米中立大喜 盲唤家人被马 拿了明帖 败正江府 不依时已道 家将投了明帖 知府迎出一问 请中立到内厅相见 当下二人携手相掺 进了书房 见礼上下 茶坝 知府问道 不知公子驾龄 有何见欲 米中立道 无事也不敢惊动 知因晚生年灯二时 尚未联姻 佐文素周参 江里全有一位小姐 十分贤得 敢返老黄唐之科 自当中谢 知府笑道 包在本府身上变了 米中立大喜 茫茫起身败谢而去 正是 玉沟红叶虽丢巧 月内红神位一千 不表米公子回府 且言知府次日拿了明帖 就来请礼定 礼定见本府相照 怎敢怠慢 随即跟衣上马 来到府宅门上 家人投了明帖 知见里面传请 礼定进了私牙 参见必 坐了 礼定说道 不知公主大人见照 有何台语 知府笑道 无事不敢相邀 昨日有定海将军 米大人的功郎 前来托本府做罚 说年兄家 有一位令妹小姐 尚未出门 特返本府待劫情境 不知台义如何 倘若福允 据本府看来 倒也是一件好事 礼定文言 吃了一惊 忙起身打了一弓 说道 至婉生家内 并无姐妹 想是米府中错认了 求公主大人回复她便了 说吧 起声告退 上马回府 不提 且说米中立自从脱过镇江府 喂梅之后 回到家中 过了三日 不见知府回信 好不心交 又叫家人 备了四样后闸 到府里来讨信 投了明帖 知府请书房相会 米公子叫家人 乘上礼物 说道 些为非礼 望起笑流 知府再三推让 方才收下礼物 说道 前日见尾之事 据他说 并无姐妹 托本府回府 本府连日 誓荣 未及奉父 不想公子 又驾临必蜀 米中立文言 好生不悦 说道 晚生清暮所见 家兄又同他交往 怎么说他无姐妹 这分明是他推托 还求老公主 大力成全美事 自当重重相谢 知府道 既是如此 公子可美意 有人 且说一头 果是他家姐妹 再等本府来面 言辩了 公子称谢 别了知府 上马回家 一路上 毫不烦恼 回到府中 将知府的言辞 告诉了米中莎一遍 说道 哥哥 此事如何是好 米中莎 想了一想 说道 我有一计 知事太狠了些 然为兄弟 知好如此 如今兄弟之推 看桂花请酒 先请知府前来 说明了计策 然后去请李定 前来看花饮酒 当面言婚 他欲依允 便罢若是不允 知需如此如此 那时 他忠了计 就不怕他不肯了 米中立大喜 说道 好计 好计 到了次日 米中莎先到 李定家走走 并不提婚姻之事 过了五日 米中莎吩咐 仲家将安排已定 即命家人拿铁子 先请知府 向知府戏说依依便 知府暗暗吃惊 知得依允 又叫家人拿铁去 请李定 家人到了李府 投了明铁 入内禀道 此铁是家少爷 请公子看花饮酒的 李定想到 此人来请 必非好意 但不去到 被他笑 黯淡小了 知得赏了 家将的疯子 说道 你回去 多多拜上尊爷 说李某少客就来 那家人 先去回报 李公子 随即更衣 叫家人带马 出了府门 到了米府 家人通报 米公子连忙 出来迎接 进了帅府 见李已闭 就请到后园 看花 当下李定 到了花园 郑玉知府 在亭子上 看花 李定忙 上前参见 坐下 李定说道 多么米兄 照见 难以消售 米中利说道 久仰人 兄 大名 修要过千 彼此各续 寒温 知府便道 前日带令 妹妹妹妹的 就是这米公子 李定道 可惜致晚生 并无姐妹 无缘高攀 米中沙芒 向镇江府摇头 知府会议 就不说了 一会儿 摆上酒席 米公子 邀人席中 二人轮流 拔斩 吃了一会儿 又叫府中 歌姬 出来敬酒 到席上唱了两支曲子 便来劝酒 李定刻刻存神 不敢过瘾 怎当的米氏兄弟 有心弄计 知管教歌女们 一地一杯来尽 又换大县 吃了十数县 李定南口 指引的鸣鼎大醉 扶己而睡 不知人事 米中沙芒患家 将台入兵机房内 吩咐一计而行 不可迟言 众家人将李定 抬到兵机房内睡下 将各式被定 紧将半角所安排足下 之后李定醒来 以便行事 米中沙拜上又吩咐 家将伺候 我在那里听信 不可动他 似他一醒 你们速速报我 不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文分解 第四十五回 孙翠鹅红楼代驾 米中沙芒 紧张遭凶辞曰 一辖星期白日 豪华气夺青云 堂前欢笑日纷云 多少人来清静 秋月春风几日 黄金白玉埋成 门前冷落即无声 绝少当时人问 话说李定被米中沙 灌醉 抬入兵机房内 这兵机房非同小可 里面是将军的兵符 令箭 硬姓 公文 来往的惊报 但有人擅自入内 灯石打死 这是米中沙 做成的计策 用酒将李定灌醉 抬入兵机房 将兵符 令箭暗藏 两只在他靴筒内 以便突赖他 当下李定久醒 已有黄昏时分 睁眼一看 吃了一惊 暗想到 这是兵机房 俺如何得到 情之重计 跳起身来往外就走 不妨半脚锁一半 此时李定心慌 又是最后 如何支撑得住 两脚一半 扑通一跤 跌倒在的 众家将不由分说 一拥其上 将李定纳住 用绳子捆了 李定大叫道 是我 众人不踩 将他绑上花厅 禀道 兵机房捉住一个贼道 请公子发落 米中立大喜 说道 臣府太爷在此 速带他来审问 众人把李定压到花厅 支箭灯烛辉煌 都是伺候现成的 众人将李定扭到 支符面前跪下 李定大叫道 老公主在上 是至晚生李定 并非贼道 米府已是乌粮 求老公主详查 米公子说道 不是这等奖 我这兵机房 非同小客 兵符 令件都在其中 求公主搜一搜身好 当下众人将李定浑身一搜 搜出两支令件 一张兵符 双手呈上 米公子大怒 说道 我好意请你吃酒 为何到我的兵符 令件 是何道理 目睛四海荒荒 被反叛罗坤弄得烟尘乱起 杂日奉旨才去针脚 你到我的兵符 莫非是反叛一党吗 贺令嘉江 请王命上方剑过来 问明口供 快与我销售 原门是重 嘉江的令 将王命上方剑捧来 放在公案上 米中立向知府丢了个眼包 打了一个弓 说道 拜托公主大人正法 晚生告退了 米公子闪入屏风 知府喝退左右 向李定说道 年兄 你还是怎么说 李定回道 这分明是米中立座祭陷害 求公主大人救命 知府说道 无论他害你不害你 必定是你在他家兵机房出来 又搜出兵符 令件 人赃献或 有何分命上方剑来 就斩了你 你也无处深渊 叫本府也没法救你 你自己思量思量 有何理说 李定道 公主若不见连 至晚生岂不是白白送了性命 还求大人搭救才好 知府笑道 李年兄 你要活命 也不难 知依本府一言 非但性命不伤 而且荣华不尽 李定明知是圈套 应说道 求公主大人吩咐 依依谨尊 这知府走下工作 悄悄向李定说道 知因他前日托本府作罚 求令妹未婚 是胸不允 他怀恨在心 因而与此一举 依本府之言 不若允了婚姻 道是门当户对 又免得今日之祸 岂不是一举而两的 正是 劝君休职一 凡事要三思 李定文言想道 我若不许他的婚姻 刻下就是一刀两断 白白的送了性命 连家内也不知道 不若劝且许他 逃命回家 再做道理 便道 既是公主大人吩咐 荣至晚生回家 禀过家母 再发跟帖过来便了 知府笑道 他若肯让你回去 再送跟帖来 道不如此着急了 你可就在此处 当着本府 写一跟帖与他为平 方宝无事李定 无法脱身 知的依允 说道 谨尊公主之命便了 知府见李定允了 哈哈大笑 忙向前双手扶起 结了绑 请他坐下 一面大叫道 米公子出来说话 米中立故意出来说道 老公主审明了吗 知府回道 本府带你们何事 米公子道 这兵机房重物 岂有何事之理 知府笑道 因缘大事 岂有不合之理 这一句话 把堂上堂下一众家人 都引得笑将起来 正是 王法如家法 官场四戏场 话说知府 向米中立说道 公子昨日 托本府未美 就是李氏兄令妹 你们酒后过了门 就是郎就 那有妹丈告 大就做贼之理 依本府于见 今日就请世兄 写了跟帖 公子被歇聘礼 过去订婚 捡了好日 洞房花竹 你们就是骨肉至亲了 何必如此行为 米中立笑了 茫茫向知府 与李定面前各答一公 说道 方才得罪 忘物挂怀 睡觉家人 取过一幅红锦绣金的 跟帖 并文房四宝 放在桌上 就请李定写跟帖 李定捏起笔来 随便写了一个 假跟帖 与知府 知府大喜 双手接过 送予米公子 米公子收了跟帖 重新蓄礼 摆酒赔罪 吃了一回 天色已明 李定告退 米中杀道 李英雄和不同公主大人 一同起身 舍地的聘礼酒已完备 请公主大人 同李英雄一起动身 送至尊府 起步两遍 李定暗想道 他今日就送聘礼过去 如何是好 知的回道 尊命便了 米公子大喜 说道 不消大就劳心 一切大小诸事 连九席都是小弟带兄辈现成了 一面叫家人传奇执事 身炮兼问 将那些金珠彩断 果和珠羊 摆了二百端 前面是将军的旗号 后面是知府的执事 细吹细打 迎将出来 米中立送了知府 同李定出了帅府 吩咐中军官道 送到李府 叫众人即便回来领赏 中军答应 同众人去了 且言李定和知府 一路行来 心中烦恼 换过一名家丁 富尔吩咐道 你速回去向太太说 如此如此 家丁领命 心飞回去 这里知府压着米府的聘礼 下一时已到李府门守 三身大炮 将聘礼摆上前厅 入内道洗以臂 早有中军将李丹双手呈上 李府依依收下 太太命家人赏了众人的疯子 致久款待知府 知府饮了三怀 随即作别去了 且言李定走入后堂 太太盲问道 今日收了他的聘礼 他久后来取 把什么人与他 李定说道 知推爹爹回来方能发假 迟下了日子 来报他并顾 退回礼物 岂不两下里没话说了 太太道 就是如此 你也要望你爹爹任上走一遭 恐他要来抢取 李定回道 晓得 遂患洪惠 并召圣夫妻过来 吩咐道 俺不幸被米贼设计弄出这场货来 我如今到老爷任上去 家内诸事 拜托你们三人照应 三人回道 公子放心 我等知道 李定收拾 死了太太太 竟奔上江苏州去了 且言伯玉霜小姐 自从闻了米家这番消息 好不忧愁 信友秋红 同孙氏早晚劝姐 一连过了几日 那日上好装楼闲坐 呼见秋红上楼来报道 不好了 米家送信来 要娶小姐了 伯玉霜大惊 同孙氏下楼 到后堂来打听消息 只见两个媒婆 压了四丹礼盒 来到后堂 见了太太 叩头 乘上礼物 说道 我家老太太 请太太的安 本月十六日 是个上好的日子 要过来迎娶小姐 朱氏聚己其辈 不劳太太 这里费事 李太太大惊失色道 为何这等急促 我前日打发公子 到我家老爷任上去了 朱氏聚未曾警办 凡你回去回复太太说 还要持个把月才好 来人说道 婚姻大事 两下总是要吉利的 那有改旗之礼 辅太太爷也就要来通信了 说吧 二人就起声告退 李太太好生着急 正在没法 呼听的一声吆喝 正将辅早已到门 进了后堂 见了太太道喜 知辅说道 老夫人在上 悲辅此来非为别事 知因十六日 米辅前来迎娶千金 特来通信 太太回道 公主大人在上 本当从命 奈卓夫小儿拒不在家 义无所备 人求大人转至米府 求他改旗才好 知辅道 此事从无改旗之礼 夫人不用费心 知送令爱过门 躺有圣化 都有悲辅做主 说吧 起声告退 回牙去了 太太好不着急 忙请伯玉双同 孙氏来商议 说道 此事如何是好 小姐哭道 这是生女命苦 唯有一命而已 孙氏说道 为今之计 只有将一个丫鬟 装作小姐架过去 再做道理 秋红道 不可了 那日小姐在楼上 被她看见 所以知任 做本府内的小姐 今日换了人嫁去 那里瞒得她眼 如今小姐三十六者 走位上者 只有女扮男装 速去逃命 但是公子 老爷都不在家 我们逃走之后 她来寻太太要人 如何是好 孙氏晨吟道 我有一计 我夫妻二人 昔日蒙罗公子 救命之恩 如今米贼又去 同罗公子交兵 她儿子又来谋战小姐 我不报恩 等待何时 你们之去如此如此 她来迎娶 等我去变了 太太同伯玉双支的一语 不觉光音迅速 已是十六日了 太太吩咐张灯结彩 等候黄昏时分 正将府全班直视 压着米府的花轿 全赴一丈 大吹大打 到了礼府到喜 饮过酒 知听的三番吹打催装 请新人上轿 里面伯玉双铜秋红 久亦改了装扮躲了 孙氏大娘藏了暗器 装扮以臂 别了小姐 夫人 上轿去了 不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文芬姐 第四十六回 伯玉双主葡萄灾 温元帅夫妻师 永话说 那日米府排了 郑海将军的执事 大吹大泪 抬了八人花轿 到礼府来迎娶小姐 早有朱青六卷 合成的文武官员 到两边道喜 那里夫人在外面 勉强照应事物 心内好生烦恼 花轿上了前厅 喜言已过 三次催装 心人上轿 那孙氏翠儿内 穿紧身软甲 暗藏了一口短刀 外套大红宫装 满头朱翠 出房来拜别夫人 说道 奴家此去 凶多吉少 知未报昔日 罗公子救我的恩 故此深入虎穴 生死存亡 只好听天而已 太太不可迟言 速速安排要紧 太太哭道 难得你夫妻如此从意 叫老生如何过得意去 孙翠儿道 太太羞得悲伤 干正事要紧 父相伯玉霜说道 小姐可速上长安 头令尊要紧 奴从此告别了 伯玉霜哭拜在的 说道 多蒙姐姐莫大之恩 叫奴家如何打报 二人哭拜一场 孙翠儿敬上花轿 听得三声大炮 鼓乐喧天 排肩直势 网帅府去了 此时 赵盛盛 盛 盛了洪惠的言语 浑身穿了铁甲 提了一条正铁棍 按根花轿 到米府去了 那洪惠知道 必有一场恶祸 同米府是不得好 尖交的 欲先问赵盛 大七商议定了 前数日 已经过将来到 瓜州 约了正海龙 红恩 同王氏兄弟三个 带了五十个 亡命 叫了十多只小船 驳在镇江边上 接应 不表 且颜 伯玉霜 小姐打发 孙氏 动身之后 朱青已散 尖了大门 方才同秋 红下庄楼 来拜别太太 说道 舅母在上 申女上长安 找父亲 此一别 不知何日再会 说吧 泪如雨下 哭败在的 太太哭道 我儿子去 路上小心要紧 到了长安 会见你爹爹 可叫他 按保你家舅舅要紧 眼见的同米贼 不得甘休 你们快快收拾去吧 当下 博玉霜 拜别了 太太 同秋红一日 男装 带了行李包袱 满了府中的家人 悄悄地出了后门 并不敢张灯 高一步 低一步 乘着那月色 星光攒路 多亏出海 交红会送二人 上了大路 出了府 乘雇了一只小船 急急监船 往世安去了 在颜红会送了 博玉霜上船 急急回府 来见了太太 说了话 忙催太太收拾 动身要紧 太太将细软 打了四个大包袱 先赴公会 挑到江边船上 交与红恩 赴回府来 早有二更天气 太太向众家人说道 连日你们也辛苦了 早些睡吧 众人听得太太奔赴 个人自趣安歇 太太见家人睡了 就同红会悄悄地出了后门 背了一匹马 扶着太太上了马 走小路赶出城来 到了江边 早有红恩前来迎接 扶太太下了马 红会送太太上了船 叫声 哥哥 好生同夫人作伴 在此等我 我同王室兄弟去接应 赵圣夫妻要紧 当下痛了 娇面鬼王宗 劈头鬼王宝 短命鬼王臣 各入带了兵器 赶进城来 按下不表 且颜红恩 见兄弟去后 猛然想起一件事来 说道 不好了 他们此去 非同小可 倘若关了城门 不得出城 如何是好 此事不可不防 盲相带来的五十个王命 说道 你们快快去 如此如此 接应他们要紧 众人虚计 飞风去了 再演米府迎娶新人 好不热闹 米中力浑身锦绣 得意洋洋 先是知府同合成的官员前来道喜 后是圆门上那些参将 守备 游籍 兜思 千总 把总一班军官前来道喜 率府终结彩张登 兴销齐奏 共有八十多席 都是米中沙管呆 将近二更十分 三身大炮 花轿进门 抬进后堂 冰箱行礼 新人出教 双双败过天地 祖宗 生肖细乐 金莲宝具 送入洞房 众机窃丫鬟长 金登宝竹 引新人坐过富贵 和景交杯 米公子满心欢喜 自从那日在楼上相逢 知至今宵才算到手 看官 你到伯玉双同孙氏是一样的花容吗 米公子就认不出真假 不是这个讲法 一者 孙氏大娘也生的美貌 年纪又相仿二者 满头朱翠垂眉 遮住了面貌 又是晚上 月发真假难分三者 此刻米公子早也神魂飘荡 欲火如焚 那里还存神在意 故此没有看得破 当下交杯以后 早有哪些亲友 官员前来看了新人 就扯米公子前上饮酒 米公子兼怀畅饮 吃到三根 各官员方才起身告退 这米公子被众客多劝了几杯 吃得大醉 送众客去后 亮亮呛呛的吩咐米中沙道 府中一些事情 上下人等 拜托赵映 小弟得罪 有偏了米中沙笑了一声 吩咐家人赵映灯火 自己却同一个少年老妈去打混去了 那米公子最熏熏的走进后堂 早有四个梅香引路 长着灯送米公子上楼 静的洞房 静过了手 脱去上盖衣服 吩咐了丫环 下楼去吧 随手掩上了房门 笑嘻嘻的向孙氏道 自从那日小生在马上看见娘子一面 直到如今才得如意 请娘子早些安些吧 就伸手来替孙氏宽衣 孙氏大娘耐不住心头火起 满面通红 就是披面一掌 推肩米公子 一手脱去外衣 纳米公子不知实物 还是笑嘻嘻的来搂孙氏 孙氏大怒 骂一声泼贼 拦腰一拳 将公子打倒在的 公子正欲正时 孙氏撤出短刀 贺一声 手起一刀 刺刀在楼上 赶上前按住了脸 一刀割下头来 顺手将竹台往杖慢上一点 望楼底下就走 不妨楼底下众丫鬟 使女孩不曾睡 听得楼上喊喝之声 忙奔上楼来看时 顶头撞见孙氏下楼 手起刀落 一连锁死了两个丫鬟 众人一看 大叫道 不好了 楼上有墙人了 这一声喊叫 惊动了和府家丁 抢上楼来一看 知见公子倒在楼上 鲜血淋淋 投几歌了 众人大惊 扶下尸首来时 楼上烧着床为杖子 烟雾弥天 早已火起 慌得太太同米中杀在梦中爬起来 听得这个消息 之下的魂飞魄散 大哭连天 一面叫人抬过公子的尸首 一面叫众家人救火 一面问有多少强人 新娘子往那里去了 众人回道 并没有强人 公子同两个丫鬟都是新娘子杀的 太太大惊 说道 快快与我拿住这件人 重重有赏 当下众人听令 各个手执刀枪 来捉孙氏 孙氏在火光中 在人手内夺了一条枪 且战且走 却不是他家出路 只顾朝宽处跑 正在危急之时 恰好赵盛 洪惠等剑里面火起 喊杀连天 就知道孙氏动手 五条好汉一起打入后门 奔火光跟前来接引 正欲米府仲家将围杀孙氏 洪惠大叫道 鸡爪山的英雄权火在此 谁敢动手 一起端兵杀来 众人喊叫一声 回头就跑 五位好汉保定孙氏 往外就走 太太折了急 忙叫园门上类起 巨江谷来巨些大小将军 茫茫起身 奔到帅府 支箭火光照的 喊杀连天 一时镇江府 单途献游击 参江 守备 文武官员 一同都到帅府请安 救火 米太太向众官说道 诸位与我追拿强盗要紧 众官大惊 茫茫掉其大队人马 追江来了 五位英雄保定孙氏 回头一望 支箭远远登 求火把 照耀如同白日 约有二三千人马 名罗打鼓 呐喊摇旗 追杀而来 六位大惊 奔到城下 城门几关 并无去路回头看时 追兵渐渐的赶进来了 不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小温侯 京都朝省塞 诸葛山寨 观星话说 六位英雄 见后面追兵紧急 慌忙上前奔走 来至城下 那城门早已闭了 王城道 不要慌 我们爬上城头 绕城走去 遇着到败的缺子 就好出去了 众人扒上城头 顺着城边走无数步 呼见乱草丛中 跳出两条汉子 拦住去路 赵盛大惊 撤铁棍就打 那两个人拖得跳尖 火神一照 叫道 不要动手 红大哥叫我们等候多时了 王城听的是 瓜州带来半当的声音 大喜说道 红大哥叫你等在此 必有计策 二人说道 红大哥怕你们不得出城 叫我们如此如此 就出去了 六人一计 跟着二人 顺着城头去了 且言那和城官员将校 带领二三千人马 高挑着灯球火把 一路追来 喊沙连天 只把那镇江府的一城百姓 吓得家家胆战 护护魂飞 听见是鸡爪山的英雄杀入帅府 放火烧楼 连公子头都不见了 又是黑夜之中 不知有多少人马 那些来追赶的冰江 却也人人惧怕 追到城门口 绝无踪迹 众官正在疑惑 猛听得四面一片喊声 有人报道 府衙后面火起 知府大惊 盲上高处一望 四面火光冲天 十分厉害 吓得知府胆落魂飞 盲叫本牙兵丁 快快赶回救人 又见四面嘈嚷 一煞时烟雾迷天 接连又是七八处火起 知烧的满大通宏 火球乱滚 耳内喊声不绝 哭声震的 那些军校入等 靠原门驻的军官 各个都是有家眷的 见城中八方人起 犹如妖崩的猎 势不可当 喊叫一战 文武官员 兵丁将义 都四散奔走 回去救人 哪里尽止的往 知府见军心急乱 盲叫守备守城 说道 本府回牙保守府库去了 说罢 带了众人 飞马而去 且说那守备 无人带了四个部下的靶总 有二三百胖丁 到了城下 知见那些百姓 一个个密子寻爹 哭声不绝 守备盲 吩咐重江 快些吩咐四问寻机 以防破城 当下无守备带领人马 绕着城 脚击着奸细 一队人马来至城门 呼抬头 见城头上 有十数个人 在那里扒城 众军呐喊 说道 强盗在这里了 一起赶上城来 原来 红会等同王室 三人到四处放了火 约定在此搭软梯 跳城 无人见了 领兵赶至城上 众人叫道 不用来 俺们去也 一个个望城下就跳 下面早有红恩来接 知有赵胜夫妻 二人未曾下去 无人早已赶到 纵马大叫一声 往那里去 举枪就刺赵胜 赵胜闪间 扬起那条病铁棍 赵无人顶上打来 无人一闪 那一棍却打在码头上 那马往后一到 连无人一起滚下城跟去了 众军急来救时 赵胜趁人乱里 抱着孙氏大娘 一并跳下城去了 这里众军就起无人看时 早已跌的脑浆直流 死于非命 吓得众军飞马来抱知府 知府大京 急忙传领兜筒 游籍 领兵出城追赶 不表 且言赵胜夫妇跳下城来 早有红恩接住 一同来至江边 查点人数 一一个也不曾伤损 众人大喜 分头跳下小船 那李太太吓得战战兢兢 来问孙氏道 你们怎么弄得先天坡的 将来怎样 孙氏告诉了太太一遍 说道 太太大惊了 太太未及回言 猛剑一派人光 正将俯鞋同兜筒 官军 带领一标人马 赶出城来了 红恩一剑 盲叫截揽尖船 每船上摇八把奖来 如流星撤垫 如飞式的过江 到瓜州王家庄上 安身去了 且言之府痛都痛 游急 参江 兵丁 降校 赶到江边 并不一人 大家吃惊 盲问江边上附近居民 人人都说 并没有见什么人马 知有十数之小船上 有十数个人 在此住了一夜 方才过江去了 知府说道 无十数多个人 如此凶险之力 想是走到别处去了 且回去救火安民要紧 当下文武官员回转城中 救灭了火 安慰了百姓 整整忙了一夜 四日天明 各文武都到将军府里请安 米太太正在后堂哭公子 听得众官请安 太太收住了眼泪 叫家人请家内大爷米中沙童之府到后堂说话 家人去下多时 知见米中沙童之府进了后堂 见了米太太 行了礼上下 太太向知府说 多蒙老公祖代小儿做得好没 取进门就杀死障大 放火烧了房屋 又听得他是乌爪山的强盗 全火在此 我想鸡爪山是反叛罗昆同火柱的 现今老爷奉旨领兵前去阵脚 莫不是李家同罗昆是一党 故此强盗婆装作新人前来害我而性命 此事不明 要求老公祖前去查问查问 好出文书与老将军之道 知府无奈 知得连忙起身 向李府而来 却说那晚李府家丁是辛苦了的 各个进房都睡着了 睡到半夜里 听见外面吵嚷 老问公起身兼问看时 听得人说米将军府里敷了火了 门宫大惊 上街一看 知见天都红了 连忙入内禀告 众丫鬟父女 一骑惊起 传至上房 上房门已尖了 入内看时 不见夫人在内 众人惊疑 各处找寻 并无形影 众人慌作一团 猛又听得一片喊声 七八处火起 外面宣传说鸡找山的贼兵来了 众家人大惊 来寻赵圣 红惠二人 也不见了 闹到天明 正眉不摆 却好知府到了 进了中厅坐下 便叫家人快请太太说话 众家人一起跪下 并道 太爷在上 昨夜火起之时 我家太太就不见了 知府喝道 胡说 遂起身率领造 快人等境内搜查 果无影响 知府着急 审问家丁口供 也无时机 知府想到 一定是同反叛 罗坤一党 故此强盗婆装作新人 刺杀了米公子 他却暗暗先走了 知的将礼府家丁一起拿住 封锁了礼府的大门 知府起身回到帅府 见了米太太 说了一遍 太太变色说道 此事却要贵府做主 交还我的贼子来 知府诺诺连声告退 这里一面收了米公子的尸首 一面插家将到老将军行迎报信 纳政将府满腹愁烦 火速回崖 将礼府众家人收了奸 随即将受伤 兵将被火之事 戏底情犹 戏戏作成文书 深祥上司去 且言小温侯李定 自从受了米府的聘礼 连夜赶奔夙周 到他父亲任上 将伯玉双表妹被害投奔 又遇见米府强聘之事 细细告诉一遍 李爷大惊 说道 你既受了他家聘礼 如何推脱 想了一想 说道 有了 我写一封书与你 连夜回去见镇江府 说我在任上已将女儿许聘人家了 仁返府尊大人将原聘礼送还米府 方无他事 倘若不从 你可连夜写信送来 我自有道理 李定领命 带了书信 别了李爷 翻身上马 附转正江 他在路上却并不知米府来取 孙翠儿杀人放火 弄出这场货来 他单人赌马 只顾赶路 那日到了正江 已是黄昏时分 蹦了城门 打马家鞭 奔到家问手一看 知见知府的封条封锁了门户 李定大惊 说道 这是为何 我的母亲却往那里去了 正无不摆 猛听的一声呐喊 四面拥上七人十个官兵 勾连套锁 短棍长抢 一起上前 将李定拖下马来 捆进府衙去了 遇之后事如何 再听下文分解 第四十八回 玉面虎盼望长安 小温侯 兴逢魅障话说 李定被众官兵 拖下马来 大叫道 拿俺做圣吗 众人说道 你家连劫机 找山的强盗 前来放火杀人 连米公子 都被你叫人杀了 还说拿你做圣吗 李定听了 好不分明 不一时扯到府堂 推倒街前跪下 知府申堂叫道 米府同你联姻 也不畏辱你 你为何沟通 击找山的强盗 假扮新人 将米公子刺杀 却又满城放火 烧坏了七八处民房 无首被前去寻拿 又被强途打死 你的罪恶滔天 今日却是自投罗网 你且说家眷藏在何处 党与现在何方 好好从买招来 免受刑法之府还未说完 把李定之急的乱叫道 老公主说那李话来 俺未受了米府的聘礼 连夜赶到家父任上去报信 谁知家父已将妹子许他人 叫我连夜回来 梵公主大人退还米府的聘礼 怎么反污我这些话来 知府道 胡说 本月十六日米府迎娶新人 当晚就是你妹子将公子赐死 放弃火来 本府去救人时 满城中无数火器 人人都说是米府新人 是鸡爪山墙涂装的 杀了米公子 出帅府去了 忙得本府救了一夜的火 四日到你家查问 你家的家眷就已去了 本府问你家人 他说火起之时 你母亲就不见了 想你事案通反叛 杀人放火 恐怕追拿 暗带家眷先逃 现有你的家人在牢内 怎说米府反告你 难道他把儿子自己杀了 徒赖你不成吗 李定大叫道 我在父亲任上 今日才回 怎么说我勾引强盗 想是米府来抢取亲事 舍妹不从 婴儿两相杀死 怕我回家淘气 故反将我母亲害了 做成圈套 前来害我 知府大叫 吩咐将李定的家人 带来对审 不一时 家人带道 知府说道 你自己去问他们 李定便问家人 太太到那里去了 家人见问 哭说道 那日正当半夜人起之时 便去禀报夫人 夫人就不见了 将使为情犹说了一遍 李定心中疑惑 又问 赵盛夫妇同 红会为何不在 家人回道 他们三人是同太太 一起不见的 李定听了 心中明白 料想心人是孙世庄的 母亲 妹子一定是同他逃走去了 知事机找山的人马 怎得来的 当下知府 附问李定说道 你还有何说 李定说道 其实也晚生 并不知道详细 实际才在 父亲任上回来的 知府大怒 正要动行 忽见一骑马 冲进一门 一位观察手执令箭 大叫道 米老将军有令 折阵将辅宿解一千粮草 三千人马 并将放火的原饭解 往山东登州府听审 火速 火速 知府闻言 吃了一斤 立刻到将军员问领了 人马粮草 随将李定上了刑具 四日五股动身 压了军粮 解了李定 离了镇江 连夜奔山东去了 且严米粮和铜马通 王顺 领了一万精兵 在沿州驻扎 离击找山树 十里安营立寨 歇了数日 点将到山口挑战 被众英雄点兵下山 一连三阵 杀得米粮等 胆落魂飞 伤了一半人马 败回登州去了 紧闭城门 一连半个月不敢出战 正在城中纳闷 接连是家将前来 报到公子的凶性 米粮大哭 昏倒在的 纵官就醒 细问根由 家将被城市为米粮大怒 因此着落之府 调兵压梁 并要杀公子一干人犯前来 亲自审问 按下不表 且严姬找山上众英雄 已连胜了树镇 各个欢喜 知有欲面虎罗昆心内忧愁 盼望兄长 放心下下 那晚习散 不月来到军师谢元帐中坐下 问道 目下连胜米贼树镇 亦欲要杀上长安 申冤报仇 但不知家兄的消息如何 请教军师 还是怎身事好 谢元道 将军休吉 暗昨日秀战一刻 山上虽然一望 元气还未足在百日之内 还有英雄上山相助 令兄不远就要到了 前日我已分岔四路去打探军性 等他回报 再做道理 二人谈了一回 不出外淫 到山顶上玩乐 谢元仰面观星 见江星距于江东 十分光灿又有一颗大星缠在沟成星内 其色会暗 左右盘旋 忽然一道亮光 穿入白虎宫中去了 谢元大叫道 奇怪 奇怪 这个星光先暗后明 过了营 却同将军的本星相聚 三日内必有英雄上山来 却与将军有些瓜葛 想是有圣令亲到此 也未可知 罗坤大喜 当下看过星斗 转回山寨 呼见两个探子飞入军营 跪下丙道 小人奉令到镇江打探米贼的虚实 探的本月十六日 米府取得宿州府参江李全的小姐 谁知小姐刺杀米中立 放火破城 杀死守备一员 闹了一夜 却假我们鸡爪山的齐浩桃走去了 谁想李公子又回镇江 被知府拿住 如今领了一千粮草 三千人马 解李公子到登州来了 小人探之 特来禀报 谢元道 记公一次 再去打探 探子又去了 当下谢元向罗坤说道 探子来报的言问 也说假我们山寨之名 那李定必与将军相熟 罗坤说道 我闻的伯府有个姓李的清卷 住在镇江 一向并不曾会过 谢元道 如此说来 正合天象了 有此机会 我们且去截他的粮草上山再做道理 二人商一己定至次日 众英雄身杖 谢元向众人说道 大事之在今日一举 诸公需要用心 众英雄其身应道 谨尊将令 谢元大喜 令火眼镖成佩领一千人马 前去如此如此又令胡奎领一千人马 前去如此如此又令秦桓 罗坤各领五百丐齐 前去如此如此又令鲁豹雄 王坤 李仲 孙标领一千车账 前去如此如此众人的令 各领本部人马去了 按下山寨点将之事 且说那正将府同游及雕城 带了四名护粮的千总并求车 解了礼定 再陆行城 非止一日 那日已到燕州府的的界 离城四十里 天色已晚 知府说道 此去离贼寨不远 众军俱要小心 又差一名外围 速进燕州书信 请米将军发兵前来接应 一面吩咐 此地不可安营 速速赶进城去才好 众军点起灯火 行无一礼之路 呼听的一声炮响 左有秦桓 右有罗坤 各领五百铁骑两过冲来 知府大金 盲令游及将三千兵百尖 前来迎敌 与秦桓二人战无数河 秦桓已打死雕城 知府回马就走 正欲罗坤 一枪挑于马下 破漏兵祸了 众军建主将已死 弃了粮草 各自逃生 当下罗坤 秦桓杀入军中 打尖球车 放了李定 先令送上山去 然后赶杀三军 那二千人 一个个丢盔其甲 四散逃生 那里还顾什么粮草 落荒逃走去了 这里鲁豹雄 王坤 李仲 孙标带领车 让人马前来接应 罗坤 秦桓将 镇江府 解来的粮草 并夺下来的盔甲 弓箭 骑枪 竞鼠装在上车 护送上山去了 且严米良等剑报 说镇江府 解粮到了 连忙伸仗 镇玉点兵 接应 猛听的连珠炮响 喊杀连天 早有探子来报 说镇江府的粮草被劫 米良大金 盲童马通 王顺劈挂上马 带领本部人马及偏江 吩咐登州府守城 亲自赶来接应 笔即赶出城来 粮草已劫去了 罗坤的兵马又到 五百铁骑一字百间 米良其他兵少 就来交锋 战无三合 罗坤回马就走 米良领庞赶来 罗坤往左边一闪 早不见了 又欲擒还五百铁骑栏路 同米良接手交锋 也战二合 就败向右边去了 米良见人马来的闪烁 就不追赶 呼听的一声大炮 人马四下冲来 米良等吃了一惊 回马看时 知见登州城中火起 三人一下 知得夺路而走 走无十里之路 又欲见胡魁 陈佩领兵拦住去路 后有罗坤 秦桓领兵追来 四下里喊沙连天 火光乱滚 筋骨齐鸣 十分厉害 不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米中沙差 回望阴楼 小温侯回转 新平债 话说米良 王顺 见机找山伏兵 起来 明知重计 忙领兵 夺路而走 回至城下 不防 胡魁 陈佩奉 军师将令 已经攻破登州 领兵 从城内杀出 挡住去路 米良大惊 知得纵马拼命 向前夺路 不防鲁豹熊 王坤 李仲 孙标四位英雄 送回粮草 又领本部人马 前来驻战 共是八位好汉 四千余兵 八面冲来 将米良 王顺八千人马 冲坐六七段 马通早为乱兵所杀 官兵抵抵不住 四散逃走 哭声震得 米良等各不相顾 知得夺路逃生 落荒而走走了二十多里 却好王顺领着兵也到了 二人和兵一处 茶点兵将 又折了指挥马通 八千人马 只剩了五百残兵 这一阵杀的米良 王顺丧胆亡魂 一直败走了五十余里 方才招惧残败的人马 扎下银盘 将人马少歇遍时 就近人家抢了些米良柴草 牛羊等类 埋锅造饭 宝石一顿 连夜的奔回正江去了 且炎姬找山八位英雄 杀败了米良 王顺 打破了城池 把那福库钱梁装在上山 令楼旁不许骚扰百姓 若有被冰火所伤之家 都照人口赏给银钱回去调养 那一城的百姓各个欢喜感激 安民已必 收拾粮草 摆肩队伍 放炮肩营 直回山寨 早有陪天雄等一众英雄大吹大打 迎接八位好汉上山 进了聚一厅 茶点人马物件 共得了二万多粮草 五万多奴银 盔甲 马匹等相不计其数 众英雄大喜 军师传令山上大小头目 美人赏酒一席 大监炎宴 庆功贺喜 一面插探子到镇江打探 一面请李定出来作席 那李定来到 据一厅上见了众家好汉 连忙下李道 安李定不幸被奸人陷害 弄得家眷全王 自分必死 多蒙众为英雄相救 不知那位是罗坤兄 罗坤闻言 急忙回李道 小弟便是罗坤 不知尊兄却是何人 恕罗坤无知 多多失敬 李定听了 将罗坤一看 暗暗点头说道 果然一表非凡 也不在我表妹苦手一场 随将被戏说出 罗坤大喜 原来是大舅 得罪 得罪 就邀李定与众人 依依序李弊 个人通了明信 坐下谈心 当下公子便问李定道 大舅何以与米府结亲 却又刺杀米贼 放火烧楼 却假机找山名号 事何远故 李定道 我那李知道 知音玉双表妹在我家避难 不想却被米贼看见 寄托镇江府为美小弟不从 不想被他设计陷害 乐写婚书 抢逼聘闸 小弟没法 知得到家妇任上商议 前日回家 使知米府前来强取 弄出这场货来 小弟并不知是何人截杀的 连家母不知头于何处去了罗坤道 大舅临去之时 可曾脱讨何人 李定道 知有家将一人 叫做出海文红慧 并一味都管 名唤温元帅赵胜 与他妻子孙翠儿 他三人有些武艺 小弟临行之托付他三人 小弟前日回家 连他三人都不见了 不知何故 罗坤听得温元帅赵胜五个字 猛然想起习日额头正上之事 问道 这赵胜可是青面红须的大汉吗 李定道 正是 罗坤道 奇怪 这人我认得 昔日曾写书 托他到云南 寄予家凶 今日却为何在此 不知他曾会过家凶之面 叫人好不疑惑 李定道 他原是单途献人士 我也不曾问他 他说是网云南人的 曾见个朋友 又托他回淮安寄信 却没有寻得到这个朋友 因此进退两难 到镇江投了小弟 他的妻子孙氏 一向同舍表妹相好 每日在楼上谈心 莫非他也知舍表妹的委屈 罗坤道 是了 是了 一定是他晓得我的妻子 被米府抢取 他装作新人 到米府带我报仇的 知事如今他将太太 家眷带到何处去了 李定道 知有红会有位哥哥 住在瓜州的界 想必是投他去了 知事这一场是非非同小可 想地方官必然四处追拿 他那里安藏 怎能得住 就连家赋任上也不能无事 必须俺亲自走一遭 接他们上山才好 谢元道 不可 此去瓜州一路必有官兵查访 其不认得凶模样 躺有疏失 如何是好 如今之际 凶可诉往素州去接 你令尊大人上山 以防米贼拿问质于瓜州路上 俺令有道理 李定文言 忙起身至谢道 多谢君师 俺往素州去 知有数天路程瓜州路远 俺却放心下下 谢元道 兄之管放心前去 十日之内 包管瓜州 包管瓜州之人上山遍了 李定文言大喜 起身告别 往素州去了 按下不提 且言米粮败回正江 心中十分焦躁 进了帅府 又见公子死了 亭林就在旁 夫妻二人 大哭一场 四日生仗 一面做成告急的表彰 心夜进京 道沈大师同叔父 米顺那里投地 托他将拜兵之事遮盖 再发救兵前来相助 一面将阵亡的兵将造成册子 赵树各给梁想 去了一面又挂了榜文 发远近周线激或奸细 忙了三日 都发落定了 然后将米中立的灵就送出城去 立了粉营 夫妻二人 两类交流 各相埋怨 说道 这都是镇江府不好 既知理宅不善 就不该带孩儿做梅 好端端地人送了性命 这口气怎生出的 米中杀到 为经之计 先发一纪令建会同上将提台 岔官到宿州 将李全拿来听审 同他那二三十名家人 一起先斩后奏 以报此仇 米梁道 倘若李全不服 如知奈何 米中杀到 叔父大人说那里话 他有多大个参疆 敢为上司的将令吗 叔父这礼刹中军官多代兵丁 会和上将提督申明原委 量无拿不来之礼 米梁道 言之有礼 旧集申堂 取令建一支 点了一名得利的中军 带了八名外委 吩咐道 你可诉到宿州会和提台 要他参将李全集道员问听令 火速 火速 中军领了令箭 集道员门 痛了八名外委 飞升上马 离了镇江 星夜走宿州去了 不提 且说红氏兄弟 自从救了李老夫人之后 都到王家庄安歇 住了十数日 那村房内都是沸沸扬扬 说有捕快官兵前来 寻击奸细 十分严谨 红恩同王氏弟兄商议道 闻米贼被击找山的好汉 一连树镇 杀得大败回来 如今到张卦榜文捉拿我等 我们此处安身不得了 只好往击找山去 方无他换 知事路上需防寻击 王晨道 我有一计 虚得如此如此 就没事了 众人道 好 随机庄述起来 洪恩 洪惠 赵胜 王氏弟兄 共领着四五十名庄汉 在前引路后面 是王大公家眷人 等同李太太 孙翠娥 另有庄汉保护 伪着前队 总网机找山进发 不表 且岩米中杀自从兄弟米中立死后 他外面却是悲哀 心中却暗暗欢喜 想到兄弟已死 叔父又无第二个儿子 这万贯家财就是我的了 知事本家人多 必须讨二老夫妇之喜 方能收我位子 今早叫人去拿礼权 也是我的主意 二老甚是欢喜 我如今带了兵钱去 到李家抄了他的金银 拆了他的房屋 带兄弟报仇 二老必然更喜了 主意几定 随即点了二三十名家 将出了帅府 一路来到李府门口 扭断了锁 步入内房 将他所有金银 古董 玩器 戏软 衣衫 命家将尽数艘 将出来打成包袱 送回府中 娇与太太收了 然后来到后面 看见这一座望英楼 心中大怒 说道 身世到一日 在这楼下 看见了他的女儿 弄出这样事来 教令仲家将 把这楼拆到 放弃火来 支烧的烟煤涨天 四铃家家害怕 入人叹息 震烧之时 有一位英雄 前来看火 不觉大怒 不知后事如何 再听下文分解 第五诗 回击找山 狐葵起义 凤凰领 罗灿师 微话说 米中沙 把李全的望英楼 拆毁 放火焚烧 吓得四铃众人 都来观看 其中恼了一位英雄 你倒是谁 原来是鸡找山的好汉 穿山甲龙标 奉军师将令特到镇江 来打听众人的消息 恰恰撞见米中沙 带领家将抄了礼服 又拆了望英楼 放火焚烧 支烧的人人叹息 说道 好一个良善人家 可怜遭此大劫 龙标在旁叹之了详细 恨了一声 说道 这奸细如此可恶 若不是山寨里等着俺回去 俺就是一刀先 结果了他的性命 恨了一声 回头就走 来到一针路上 呼见远远的一簇人马 约有四十多人 分作两队而行 当先马上坐着一位英雄 青脸红须 领着四十多人 打着凤令捕快的旗号 后一队有十多个人 推着四辆车而 武骑马上坐着五位少年英雄 都是军官打扮 龙标看在眼中 想到 莫非是安基找山来打探消息的吗 为何又有四辆车而 内有家眷 是有可疑 遂拿出他昔日爬山的记忆 迈奸大步 赶过了那一队人马 一日走了三百余里 四日已到了基找山 进了寨门 来到巨义厅上 众人见了大喜 罗昆盲问道 事情如何 龙标就将那米中 杀带了家将 抄了礼服的家财 拆毁望阴楼的话 从头至尾说了一遍 众位英雄各个动怒 忽见寻山的小醋近寨报道 山下有九骑马 打着米将军的旗号来了 谢袁盲令 鲁豹雄带了五十名漏兵 下山请来审问 鲁豹雄领命 带了五十名漏兵 下山拦路 早见那九骑马 一起冲来 当头马上是一个中军 后面跟着八名外围 是奉令到宿州哪里全的 路过此地 正遇鲁豹雄 大叫一声 往那里走 轮枪变刺 中军官不及提防 早中又闭 跌下马来 被小漏罗捉了 众外围要走时 被那五十名漏兵围住 用勾连枪拖下马来 一同绑上聚一听 贵道在的 裴大雄叫道 你是米贼的人 往那里去的 快快说来 中军陈上令箭说道 小人是奉令到宿州去拿李全的 望大王庶命 裴天雄大怒道 李也与你何仇 却去拿他 贺令左右 推去斩首 左右拥上十几名漏兵 拨去衣冠 绑将起来 中军大叫道 上命差浅 不能有己 求大王庶命 裴天雄大喝道 先搁你的驴头 且消消气 旁边走上军师说道 大哥且记下他九人 小弟有用他之处 裴天雄道 既是军师讨情 且拿去收监 楼兵领令去了 龙标说道 还有一件 暗前日在路上 看见一队捕道官兵 往山东路上行来 约有五十多人 道深的人人涌见 莫非也是米贼的奸细 道不可不防 胡逵笑道 前日来了一万精兵 也知得如此 量这五十余人 干得甚是 众人笑了一回 各去安歇 四日天明 众英雄身杖 谢元道 李定辞去 为何许久不回 其中必有缘故 想是李公爷不肯上山 反将李定留住 我等须如此如此 方能上算 众人大喜 正在商议 忽见前营小头目浑身带伤 进账禀道 大王 不好了 经有一队捕兵 共有五十余人 上山来探路 郑狱王 李二为大公领了一百人马 巡山 两下李撞剑 二位大御剑士补兵 便去与他交战 准之补兵队内有六条大汉 骁勇非凡 二位大王战他不过 小人特来禀报 谢元孝道 不妨罗二搁钱去收来 罗坤的令 披挂起枕 坐马端枪 闯下山来一看 果见一镖军马在那里交锋 王坤 李仲两口刀 敌不住那六班兵器 罗坤急抢到面前 大喝一声 少要惊慌 按罗坤来也 说吧 拍马轮枪便来助战 那六人之中早飞出一位清廉大汉 用棍架助枪 大叫道 恩公不要动手 赵胜特来相投 罗坤定睛一看 果是赵胜 两下大喜 喝住众人 酒为英雄一起下马 罗坤问道 赵大哥为何酒无音信 赵胜岁江云南遇见罗灿 赴回淮安 洛吉镇江 箱头礼府 救了玉霜 放火烧尘 前来箱头话语 细细说了一遍 罗坤感谢不敬 遂请李太太等一同上山 小笑报上山来 陪天雄等出山迎接 李太太 孙翠儿等自有陪夫人 陈小姐迎接 据一听上 深宵古月 百酒接风 左边客席上 是王大公 赵胜 洪恩 洪惠 王宗 王宝 王晨右边主席上 是裴天雄 胡魁 罗坤 秦桓 陈沛 鲁豹 鲍熊 孙彪 王坤 李仲 龙彪 张勇 两边小龙龙 轮番把战 饮酒中间 胡魁说道 自从裴大哥起义以来 十分兴旺又今日 得了众位英雄相助 更为难得 巨案胡魁的余剑 就此心兵 待国除害随后请止赴边 就罗公爷海国 不知诸公意下如何 众人其声音道 愿随边登 裴天雄道 既是如此 明日黄道即日 俺们就此心兵 谢元道 不可轻动 自古道 知己知彼 百战百圣目 金山上虽然兵精良足 到底元气犹虚 况且省千 虽有窜逆之心 却无曝露之机 且呆他兼谋曝露 天下皆知 连朝廷都没法的时节 那时俺这里起义新兵 传世大夏 以政军报国 除奸销宁未明 天下谁敢不忘风降顺 岂不是名正言顺了 当下众英雄听了谢元这一番议论 一个个股掌称善 说道 君师言之有理 当晚饮酒 静欢而散 裴天雄己吩咐打扫了两镜房子 安顿三家的家眷 各自安歇 不表 四日升障 谢元患隆彪 王宗 王宝 王晨 赵圣五位英雄 傅尔滴言道 你们可诉往素洲 如此如此 要紧 五人领命 随即改装下山去了 不表 且言李定自从会过罗坤 得知详细 奉命下山 往素洲救他父亲 走了数日 到了素洲 进了城门 进了参府 见了李爷 双膝跪下 哭败余地 李爷大惊 问道 我儿为何如此 有话起来讲 公子遂将米府不肯退清 强来迎娶 不知是何人刺杀米公子 放火烧楼 闹了一夜 孩儿回去 连门都封锁了 母亲并无下落 家人拿在牢中 孩儿也被镇江府 拿住 问成沟通 反叛的死罪 打入囚车 解到米贼 行淫政法 姓玉表妹 仗罗坤 杀退米贼 请了知府 救了孩儿的性命 又恐他来拿 爹爹 治罪 故此罗坤 命孩儿 星夜前来 请爹爹 上山避难 李爷听了 不觉大怒 喝倒 多 都是你这个畜生 惹出货来 弄得妻离子散 你当初不受聘礼 焉有此事 如今反来 勾为父的 做强盗 我想罗氏 世代忠良 也知未生下 不孝罗坤 弄成反叛之名 谁知你 也是如此 罢了 罢了 等过两日 我亲自到 都府园门 首告拿你正法 也免得我落臭名 贺令家人 将公子 锁入空房去了 李爷好不烦恼 一连过了 十数日 公事已清 李爷吩咐 家将收拾安马行根 将公子拿到 总督园门上去出手 才要动身 呼听的一声妖叫 近来四名外围 议员中军 手拿令箭一支 大喝道 奉正海将军之令 这参将李全诉到 园门回话 遇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N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本庄楼四十一 横线 五十回 updated editions will replace the previous one the old editions will be renamed creating the works from print editions not protected by U.S. copyright law means that no one owns a United States copyright in these works so the foundation and you can copy and distribute it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out permission and without paying copyright royalties special rules set forth in the general terms of use part of this license apply to copying and 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 商标 electronic works to protect the Project Gutenberg 商标 concept and trademark Project Gutenberg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and may not be used if you charge for an e-book except by following the terms of the trademark license including paying royalties for use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trademark if you do not charge anything for copies of this e-book complying with the trademark license is very easy you may use this e-book for nearly any purpose such as creation of derivative works reports performances and research Project Gutenberg e-books may be modified unprinted and given away you may do practically anyth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e-books not protected by U.S. copyright law redistribution is subject to the trademark license especially commercial redistribution start full license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please read this before you distribute or use this work to protect the Project Gutenberg 商标 mission of promoting the free distribution of electronic works by using or distributing this work or any other work associated in any way wit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you agree to comply with all the terms of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商标 license available with this file or online at www.gutenberg.org Xiexian license Section E General Terms of Use and Re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 商标 electronic works E.A. By reading or using any part of this Project Gutenberg 商标 electronic work you indicate that you have read understand agree to and accept all the terms of this licens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greement If you do not agree to abide by all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you must cease using and return or destroy all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 商标 electronic works in your possession If you paid a fee for obtaining a copy of or access to a Project Gutenberg 商标 electronic work and you do not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you may obtain a refund from the person or entity to whom you paid the fee as set forth in paragraph E.A. E.B. Project Gutenberg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It may only be used on or associated in any way with an electronic work by people who agreed to be bound by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There are a few things that you can do with most Project Gutenberg 商标 electronic works even without complying with the full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See paragraph E.C. below E.C. See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Foundation or P.G.O.F. a compilation copyright in the collec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 商标 electronic works Nearly nearly all the individual works in the collection are in the public domain in the United States If an individual work is unprotected by copyright law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you are lo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do not claim a right to prevent you from copying distributing performing displaying or creating derivative works based on the work as long as all references to Project Gutenberg are removed Of course we hope that you will support the Project Gutenberg 商标 mission of promoting free access to electronic works by freely sharing Project Gutenberg 商标 works in compliance with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for keeping the Project Gutenberg 商标 name associated with the work you can easily comply with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by keeping this work in the same format with its attached full Project Gutenberg 商标 license when you share it without charge with others ed the copyright laws of the place where you are located also govern what you can do with this work copyright laws in most countries are in a constant state of change if you are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check the laws of your country in addition to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before downloading copying displaying performing distributing or creating derivative works based on this work or any other project Gutenberg 商标 work the foundation makes no representations concerning the copyright status of any work in any country other than the United States ee unless you have removed all references to project Gutenberg ee the following sentence with active links to or other immediate access to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商标 license must appear prominently whenever any copy of a project Gutenberg 商标 work any work on whic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appears or with whic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is associated is accessed displayed performed viewed copied or distributed this ebook is for the use of anyone anyw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ost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t no cost and with almost no restrictions whatsoever you may copy it give it away or reuse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included with this ebook or online at www.gutenberg.org if you are not lo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you will have to check the laws of the country where you are located before using this ebook year if an individual project Gutenberg Shanghai electronic work is derived from texts not protected by US copyright law does not contain a notice indicating that it is posted with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the work can be copied and distributed to anyone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out paying any fees or charges if you are redistributing or providing access to a work wit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associated with or appearing on the work you must comply either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paragraphs EEE through EEE or obtain permission for the use of the work and the project Gutenberg trademark as set forth in paragraphs EEE 8 or EEE 9 EEE 3 if an individual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 is pos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your use and distribution must comply with both paragraphs EEE through EEE and any additional terms impos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 additional terms will be linked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商 biow license for all works pos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f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work EEE 4 do not unlink or detach or remove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商 biow license terms from this work or any files containing a part of this work or any other work associated with project Gutenberg 商 biow EEE do not copy display perform distribute or redistribute this electronic work or any part of this electronic work without prominently displaying the sentence set forth in paragraph EEE with active links or immediate access to the full terms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商 biow license EEE Liu You may convert to and distribute this work in any binary compressed marked up non proprietary or proprietary form including any word processing or hypertext form however if you provide access to or distribute copies of a project Gutenberg 商 biow work in a format other than plain vanilla ASCII or other format used in the official version posted on the official project Gutenberg 商 biow website www.gutenberg.org you must at no additional cost fee or expense to the user provide a copy a means of exporting a copy or a means of obtaining a copy upon request of the work in its original plan vanilla ASCII or other form any alternate format must include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商 biow license as specified in paragraph EEE EEE Do not charge a fee for access to viewing displaying performing copying or distributing any project Gutenberg 商 biow works unless you comply with paragraph EEE 8 or EEE 9 EEE 8 You may charge a reasonable fee for copies of or providing access to or 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 商 biow electronic works provided that you pay a royalty fee of 20% of the gross profits you derive from the use of project Gutenberg 商 biow works calculated using the method you already use to calculate your applicable taxes the fee is owed to the own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商 biow trademark but he has agreed to donate royalties under this paragraph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royalty payments must be paid within liu shi days following each date on which you prepare or are legally required to prepare your periodic tax returns royalty payments should be clearly marked as such and sent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t the address specified in section c information about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you provide a full refund of any money paid by a user who notifies you in writing or by email within 30 days of receipt that s xie xian he does not agree to the terms of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Shang-Biao license you must require such a user to return or destroy all copies of the works possessed in a physical medium and discontinue all use of and all access to other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 Shang-Biao works you provide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EF San a full refund of any money paid for a work or a replacement copy if a defect in the electronic work is discovered and reported to you within 90 days of receipt of the work you comply with all other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for free distribu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 s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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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ks if you wish to charge a fee or distribute a project Gutenberg shang biow electronic work or group of works on different terms then are set forth in this agreement you must obtain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manag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shang biow trademark contact the foundation as set forth in section sand below EFE EFE project Gutenberg volunteers and employees expand considerable effort to identify do copyright research on transcribe and proofread works not protected by US copyright law in creating the project Gutenberg shang biow collection despite these efforts project Gutenberg shang biow electronic works and the medium on which they may be stored may contain defects such as but not limited to incomplete inaccurate or corrupt data transcription errors a copyright or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ringement a defective or damaged disk or other medium a computer virus or computer codes that damage or cannot be read by your equipment EF limited warranty disclaimer OF damages except except for the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described in paragraph EF 3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own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shambiao trademark and any other party distributing a project Gutenberg shambiao electronic work under this agreement disclaim all liability to you for damages costs and expenses including legal fees you agree that you have no remedies for negligence strict liability breach OF warranty or breach OF contract except those provided I and paragraph EF San you agree that the foundation the trademark owner and any distributor under this agreement will not be liable to you for actual direct indirect consequential punitive or incidental damages even IF you give notice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EF San Limited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if you discover a defect in this electronic work within 90 days of receiving it you can receive a refund of the money if any you paid for it by sending a written explanation to the person you received the work from if you received the work on a physical medium you must return the medium with your written explanation the person or entity that provided you with the defective work may elect to provide a replacement copy in lieu of a refund if you received the work electronically the person or entity providing it to you may choose to give you a second opportunity to receive the work electronically in lieu of a refund if the second copy is also defective you may demand a refund in writing without further opportunities to fix the problem EF 4 except for the limited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set forth in paragraph EF 3 this work is provided to UAS IS with no other warranties of any kind express or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warranties of merchant ability or fitness for any purpose EF 5 Some states do not allow disclaimers of certain implied warranties or the exclusion or limitation of certain types of damages If any disclaimer or limitation set forth in this agreement violates the law of the state applicable to this agreement the agreement shall be interpreted to make the maximum disclaimer or limitation permitted by the applicable state law The invalidity or unenforceability of any provision of this agreement shall not void the remaining provisions EF Liu Indemnity You agree to indemnify and hold the foundation the trademark owner any agent or employee of the foundation anyone providing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 Shanghai electronic works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agreement and any volunteers associated with the production promo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 Shanghai electronic works harmless from all liability costs and expenses including legal fees that aris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any of the following which you do or cause to occur a distribution of this or any project Gutenberg Shanghai work b alteration modification or additions or deletions to any project Gutenberg Shanghai work and see any defect you cause section r information about the mission of project Gutenberg Shanghai project Gutenberg Shanghai is synonymous with the free distribution of electronic works in formats readable by the widest variety of computers including obsolete old middle aged and new computers it exists because of the efforts of hundreds of volunteers and donations from people in all walks of life volunteers and financial support to provide volunteers with the assistance they need are critical to reaching project Gutenberg Shanghai as goals and ensuring that the project Gutenberg Shanghai collection will remain freely available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in 2001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was created to provide a secure and permanent future for project Gutenberg Shanghai and future generations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nd how your efforts and donations can help see sections 3 and 4 and the foundation information page at www.gutenberg.org section 3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is a non profit 501 c 3 educational corporation organized under the laws of the state of Mississippi and granted tax exempt status by th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the foundation as an or federal 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 is 64 622 1541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re tax deductible to the full extent permitted by US federal laws and your state as laws the foundation as business office is located at 809 north 1500 west salt lake city ut 84116 801 596 1887 email contact links and up-to-date contact information can be found at the foundation s website and official page at www.grutenberg.org xie xian contact section 4 information about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project Gutenberg depends upon and cannot survive without widespread public support and donations to carry out its mission of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public domain and licensed works that can be freely distributed in machine readable form accessible by the widest array of equipment including outdated equipment many small donations yi məyuan to wu qian məyuan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maintaining tax exempt status with the IRS the foundation is committed to complying with the laws regulating charities and charitable donations in all 50 state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mpliance requirements are not uniform and it takes a considerable effort much paperwork and many fees to meet and keep up with these requirements we do not solicit donations in locations where we have not received written confirmation of compliance to send donations or determine the status of compliance for any particular state visit www.gutenberg.org xiexian donate while while we cannot and do not solicit contributions from states where we have not met the solicitation requirements we know of no prohibition against accepting unsolicited donations from donors in such states who approach us with offers to donate international donations are gratefully accepted but we cannot make any statements concerning tax treatment of donations received from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US laws alone swamp our small staff please check the project Gutenberg web pages for current donation methods and addresses donations are accepted in a number of other ways including checks online payments and credit card donations to donate please visit www.gutenberg.org xie xian donate section 5 general information about project Gutenberg shangbiao electronic works professor michael s hart was the originato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shangbiao concept of a library of electronic works that could be freely shared with anyone for 40 years he produced and distributed project Gutenberg shangbiao ebooks with only a loose network of volunteer support project Gutenberg shangbiao ebooks are often created from several printed editions all of which are confirmed as not protected by copyright in the US unless a copyright notice is included thus we do not necessarily keep ebooks in compliance with any particular paper edition most people start at our website which has the main pg search facility www.gutenberg.org this website includes information about project Gutenberg shangbiao including how to make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how to help produce our new ebooks and how to subscribe to our email newsletter to hear about new ebooks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license